好 我們接著帶您看到的是 松菸文創爭議延燒 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 今天是第一次公開表示 按照這個促餐法的規定 要把松菸文創的產權 轉移給成品是做不到的 但是呢 會依照台北市政府的要求 配合調整 我還沒報到 富邦集團董事長蔡明忠 參加論壇 還沒到報到處 就先被媒體包圍 追問松山文創園區 產權爭議 松山文創園區產權爭議 不會啦 不會啦 怎麼會委屈 不會啊 有可能會把產權交給成品嗎 這個現在研究起來 市政府不同意的話是做不到的 因為依照促餐法 這個營運的資產是可以移轉的 但是這個營運的權利是不能移轉的 5月8日 台北市長柯文哲 富邦基金董事長蔡明忠 和受董事長同子嫻三方會面過後 松山文創園區的台北文創大樓爭議 似乎尚未落幕 成品為了平息爭議 有意買回松山商場與旅館產權 但台北市府認為松山文創是BOT案 成品不能購買 否則將處罰 童子嫻因此被指為幕後使者 讓台北文創又蒙上一層烏雲 切割商場跟旅館的建議 不是來自柯文哲市長 也不是來自童子嫻 而是來自蔡明忠董事長的提議 我們認為獨立分開 個別運作 市府的權利金大幅增加等等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三贏的狀態 我們都是虧的 但是我們承擔虧損的意願跟能力不一樣 因為我們對於這個產業的了解 跟投入 跟承諾也不一樣 我們會依市政府的要求配合調整 松山文創原居爭議延燒 蔡明忠首度公開表示看法 是否將對台北文創後續發展 開啟一道曙光 備受矚目